今天这一期想聊的是 在新西兰读IT专业 到底好不好找工作 上一次呢 我聊了一下我自己 就是说作为读商科的 那毕业以后找工作的这么一个经历 下面很多留言 就是说想了解 那IT到底怎么样真实情况 是不是说像宣传说的那样 是紧缺职业 然后非常好找工作 那今天呢 我就是想从采访的形式 来分享一下 在新西兰读IT 找工作的这么一个工作经验 那当事人呢 他在国内已经读了IT 就已经做IT做了有十年的 就是有这么一个背景 那当时的方向呢 他做的是国内的web开发 主要是给日本做外包 以及各种外包项目的 本来我是想以采访的形式 就是闲聊 这样大家聊天的形式 那他觉得还是不要上镜头了 所以由我来把这个采访内容讲出来 这位同学呢 他来新西兰呢 读的是和我一样 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 读的是理工学院 他读的这个专业呢 是叫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他读的是个一年的一年期的硕士 是九级 那么对于这边读IT呢 现决的课程本身是比国内 同样是硕士 这边的理工学院的硕士 比国内的硕士呢 是要钱很多的 当然了 作为有IT背景的情况下 他还是觉得是挺有挑战的地方 是两点 其中一点呢 是就是语言的障碍 就是你需要把你就是很多的知识点和内容 虽然你已经掌握了 但是需要把它跟英文关联起来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考核方法的不一样 这边呢 他学校里面 比较在意比较考核点呢 是在于你以论文的形式来阐述一个观点 其中要需要你做大量的文献搜索和论文写作 那这一点呢和国内是不太一样的 那毕业以后找工作的情况来说呢 我们这一季是19年底毕业的 然后找工作的时候 正好是轮上了lockdown 那所以说是很难的 他从19年底毕业 然后陆陆续续找工作 一直到了2020年的8月份才拿到了工作的offer 那其中也是通过当地朋友的推荐 找到的现在的这份工作 在找工作期间呢 很煎熬的一点就是 你需要一段的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就现在呢 当时他也是在找IT工作的同时呢 也是在做各种各样其他的工作来就是获得一些收入吧 作为生活费 你也是做了各种的像去餐厅的厨房里面 洗盘子 然后包括出炒的工作 包括各种labor的工作 那当时线呢 他是没有给自己设线 就是说多久找不到那就算了 就是做一份找一份工作就先这样吧 在做这些labor工作的同时呢 他还是不断的在就是在看 在投简历在找IT方面的工作 最难的是还是语言障碍 那我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语言的障碍导致很多 就是没办法你把自己的真实情况 真实水平表达出来 对于找工作这一点呢 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就是这边的企业呢 它其实给予你新毕业的学生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 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就相当相当难找 所以说呢 就是建议大家在读书期间一定要抓住各种机会去做实习 做项目就是各种哪怕volunteer就是各种接触跟你本专业相关的这些的市场和公司的这种所有的接触机会 等你有了哪怕是实习经历或者说是短暂的做项目的经历 在这边呢 他都认为是你已经有了工作和当地市场相结合的这么一个经验 对于IT来说 因为它门类很广 那哪一个类别更加容易找工作呢 那现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呢 比较容易的这边需求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呢 是开发和测试这个方面的 还有评论问就是说是不同的学校 选不同的学校去读IT 那出来找工作的话差别大不大 这个问题呢 现在感觉是更多的还是看你的个人吧 看你个人的情况吧 就可能你学校的名声更响一点呢 这个是一个因素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看你这个人自己吧 看个人本身的这个水平或者努力 或者说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 或者说是不是他们想要的 那和信同一届他身边其他做IT的人呢 他感觉就他们这一届就相当于我们这一届2019年毕业的 也是呢找工作 就是IT专业的就普遍都不怎么理想 不怎么好找 但是呢后面几届呢就会容易很多 那这个呢他感觉可能更多的是和这个时间点 然后市场的需求关系更大吧 还有挺多人呢他是想换个专业 就是转专业去读IT 那现在感觉呢是这个呢 跟有IT背景的人相比呢 找工作是更加难的 当然呢也是有成功的例子 他就分享了一个他的一个朋友呢 当时是从其他专业转到读IT的 在惠林顿理工学院读了一个一年期的七级的 就是计算机的这个graduate diploma 就是基底的这么一个level 7的 然后这个人呢他是很努力在学校期间 就积极的找各种实习 找各种项目 毕业以后呢就找到了一个 就是做电子烟销售的这么一个part-time的工作 那个工作的职责呢类似于是technical support 过了半年吧那又去找其他的公司 后面呢他拿到了两个offer 其中一个是新西兰国家银行 然后还有一个是spark两个offer 后来呢他选了银行的这么一个 那薪水还是挺可观的 那他觉得呢这边呢他所在的公司是个小公司 就是明显的感觉这边不需要加班 就是到点大家都走了 就压力没有国内那么大 不像国内这么倦 然后身边的同事呢也都还好 也没有人上班的时候就是摸鱼这样子 那这一点呢我也想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这边整体的大环境呢就是大家都比较懒散感觉 就是比较随意 往不好的说呢这边就是懒散 缺乏进取心 不思进取 就是随遇而安 那好了说呢工作生活比较平衡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呢就是比较会享受生活 他的感觉呢现在IT是非常非常缺人的 比起当时他刚毕业的时候 在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那个那段时间 或者说是前段时间来说 现在是非常缺人的 那大家还是有机会的 当然了这个机会呢是建立在你 就是自己需要 怎么说呢我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你在千万千万不要等到 你毕业了以后才开始找工作 在你一进学校一进主课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开始关注各种这个市场上面 跟你专业相关的各种动向 有这样相关的活动 或者说是讲座 或者说是这种network 就去参加认识行业里面的人 有机会的话呢就做实习 有的配或者没 有付钱或者不付钱的都都接受都去做 就展一些工作经验 当然了你的课程的那个分数也不要落下 今天的这一期呢就希望能给大家 准备选IT或者正在读IT的 有一点额外的信息 或者说是过来人的一点点经验分享吧 那有什么想要讨论的 或者说是有什么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继续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下一次再见 感谢你的时间